主要呢,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步骤来了解 那第一个,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左边的话呢,总共有一班,二班,三班,有各班的资料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在另外工作表 或者是说啦,当然因为我们这边 为了方便,我把它放在他的这个隔一栏,放在右边 如果我今天希望,如果可以用下拉式的选单 自动帮我把我需要的资料给带出来 当然你可以按照类别 把你需要的资料给查过来,放在 你需要的位置,比如说我要一班的同学,一班 那这个地方会把一班里面,根据A缆里面 OK,A缆里面如果是一班的 那就自动帮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不是一般就不会放过来 所以其实工作里面蛮多是 如果你今天希望,自动帮你把 某一个资料来源,里面的某一个栏位 也许你可以自己再产生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当然你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当然你可能需要一个来源 比如像下拉清单,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说你今天需要有一个下拉清单的话 也许你可以从资料验证里面 那当然我们的来源,我这边是写固定的 如果说我今天来源是固定的话 一班二班三班,那我就写这样 那当然如果将来你的资料不是固定的话 比如说你今天是 某一个资料里面的某一些资料的话 那我们前面有讲过,你当然你可以比如说把那个 班级这个栏位 把它复制一下,也许在 旁边L栏这边把它贴上吧 那贴上之后呢,你可以用移除重复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地方上面有一个标题列 你可以按个确定,它会自动帮你把 这个资料留下来 那将来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 资料,你希望 把他里面的资料 移除掉,变成一个清单 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我们就 可以先建一个清单之后 然后呢,如果说我今天这边要做一个 下拉清单的话 除了可以用那个资料验证里面 这个东西是写固定的 但如果将来,我不希望写固定的 我希望 他可以 自动去帮我抓什么 抓这个地方的范围的话 OK 那当然 几种做法 一般的书里面讲的可能就是说 你用什么,用选取的 OK 选取来源,你按确定当然他 他现在来源还是会抓 可是是抓这里面的范围 那但是我比较不建议你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 这个地方,如果说你用选取的 将来这个名称,你可能不太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 而且 还有一个问题说,如果将来你资料可能会有四班五班的话 那 你可能要再重 重改 那我一般的习惯,如果做下拉清单 我的来源呢,我通常会把这边建立成一个名称 建立名称前面有讲过,你可以用公式里面 然后选取这个范围之后,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他会把班级这个建一个名称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在名称管理里面就有个班级 他对照,其实也是对照到这个范围啦 但是他的好处是,如果将来 在这边点击他 我们用那个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这个地方呢 你按F3 就会找到班级 OK 按确定,那你会想说 这个地方跟刚刚的来源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 最大的差别 以后如果说 你们在 比如说这个这个资料 假如说你是跨工作表的话 跨工作表在来源的地方 我记得在 比较前之前的版本 是完全不能跨工作表 OK,那一定要名称来解决 所以习惯上 还是用名称会比较 比较方便 而且 比较容易理解说这个来源是从哪边来的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OK 第一个我们有一个下拉清单 那第二个当然 如果今天希望说 点了哪一个 班级,他就自动显示哪一个班级的话 当然 我这边 有两种做法 跟前面讲过的 第一个也许你用函数 可是函数里面有什么方法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带的资料是从这边而来 然后呢 他会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边 去帮我判断 如果他是什么呢 哪一个班级 才去把资料抓回来 那当然呢 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个 首先可以想到的 函数里面 当然 第一个一定要做什么 做那个逻辑判断 所以呢 也许 比如说我第一个 先要把 H2的储存格里面 跟这个范围里面 比较看看 一个 跟 多个比较 那比较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用一幅的逻辑判断 所以基本上一定会用一幅 OK 第二个的话 H2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A2 到A12 那这是一个范围 那如果是一个范围 前面我们有讲过 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一个正列 OK 在Excel里面 如果你今天比对 因为我要比的不是只有一个 我要比的是一个范围 所以你要 if H2 然后呢 如果等于什么 之前也许 只比对一个的话 那就A2 可是我要比的是一个范围 所以你可以 给它一个 正列范围 但是一个正列范围 如果说你要让它 重复的去做的话 这个地方 要配合上个礼拜讲的 Ctrl GoShift加Enter 前面有一题吧 也有一个那个 比对那个文字的 比如说 数字英文 英文中文那部分 类似的概念 就是一个 一个范围的资料 跟 一个 一个储存格比较的话 所以 再来的话呢 如果比较 假如说 它是 比如说 它是我要 我们要的 那我就把它留下来 反之的话呢 我就不留下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会出现 几种状况 如果它 不一样的话 那我们有什么方式 可以 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请各位稍微把那个 这个题目打开来 然后的话 也思考一下 我在云段白板里面的也放了一些东西 主要就是说你可以用函数 几个函数 if 加一个small 再加index 再加 isl 这么多 而且这几个通常 是属于比较进阶的函数 就可以 完成我们要的 这个这个结果 不过呢 这个做完之后 只完成第1阶段 还不是全部 OK 那你可以发现 这边第1阶段 我们做完之后 我是利用什么 利用 如果他今天比较的是同 同一个班级的话 H2跟他比较是同一个班级的话 那我就把他列号给抓过来 那为什么要抓列号 因为将来我就可以知道他在哪一列 那我就可以把他的资料抓过来 反之的话呢 就给他个N N的话就是 不同班级 那可是 他会有一个顺序的问题 就是说呢 N的话 那我不要抓 所以我第2个呢 可以做个排序 那怎么排序 我把那个 比较小的放上面 比较大的放下面 所以会用到一个叫small 然后再用index 去抓资料 再去 把一些 出错的部分 出错所谓出错就是 里面N N一定会查不到 查不到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请各位稍微 试试看 有什么方式可以完成 这一体的部分 待会再来看 另外 可以先了解一下 比较常用像移除重复 跟那个资料验证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要用 总共会有四种函数 把这一体完成 里面的话呢 当然第1个 我要去查询 比对的话 然后我们第1个用if 所以我的习惯是把它复制过来 也许这边再把它改一幅好了 一幅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 我会需要做什么事呢 基本上 我会先在这边if 里面的插入一个 比对 比对的话呢 基本上 一定是从那个 我们的A2 这个储存格 再跟哪一个呢 跟H2比对 OK 这两个比对了 不过 基本上第1阶段 只有比一个 可是未来我们会需要比一个范围 所以等一下 在 后面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必须要把什么 这个A2 变成A到A12 最后面会加一个冒号 到A12的这个范围 那这个部分的跟H2 那因为是一个范围 所以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记得不是用打勾 而是要什么 Ctrl Shift加Enter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范围 你打勾 他只会执行 范围里面的第1个 如果你要全部一次全部帮你执行的话 一定是Ctrl Shift加Enter 他才会帮你把那个范围里面的所有资料 全部都帮你执行过 OK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 那再来的话 我们后面回传回来的 就是说呢 他是哪一列 那回来的话 我要知道说他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是放在哪一列 如果为处的时候呢 那就放那一列 如果不是为处的时候呢 那我回来就是一个 N好了 也许这个N我自己设的 就说 不是在那个范围之内 OK 表示说他不是 一般 那如果按确定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但最后执行请记得 CtrlShift加Enter 如果说你 CtrlShift加Enter 他会有一个 一个大瓜糊 自动帮你包在外面 特别注意 之前有同学 他 一执行不行了 不过 就是说因为他自己 这个大瓜糊 他用自己打的 其实自己打的跟CtrlShift加Enter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OK如果像之前有同学是自己打的 如果像这样自己打 看起来是一样 不过他打勾之后 你会发现 他里面会显示什么 显示的是一个公式 OK所以 同学问我说老师为什么我这边变公式啊 其实 我本来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发现 我才采访了 原来是他这个地方 他是 从我云端上复制贴上 贴上之后直接打勾 我云端上面因为要表示那个阵列 有的时候 我有帮各位在外面包 有一个大瓜 但是这个大瓜 只是让你知道说 这边是正立 所以你要如果你要参考我的 去执行的话 记得复制的时候不要复制到大瓜 记得就是那个 大瓜里面的东西 复制之后执行大瓜 是CtrlShift加Enter 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不然的话你一贴上 像之前同学贴上之后 奇怪变成一个文字 显见 他其实 不是用CtrlShift加Enter 执行 如果你要CtrlShift加Enter执行的话 记得这个 前后都不要有大瓜 在这边CtrlShift加Enter就可以 他会自动帮我们去 判断 那可是问题判断完之后 你会发现 他会自动帮我们去 因为这个地方我只有锁栏 表示说我只会比A栏 没有锁列 所以他会往下去 去去去去比对 那比完之后我发现了 这个范围里面呢 第二列第3第5第7 他是 一般的 OK 可是1 刚好在这两个 然后5 刚好7 是我们要的 可是我们 这样子当然 你如果要把这个资料给抓回来的话 并且放在 这个范围的上面的话 你还需要怎么样 把它做个排序 如果你没有排序的话 这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我们把那个 如果我把2357 放上面 把N全部放下面 然后N的部分 不要显示的话 那资料不就全部抓过来了 那另外怎么把资料抓过来 我们可以用index 还记得吧 用index的函数 index的函数 我可以知道他是在哪一列 把他这一列里面的这个范围 栏是哪一栏呢 也许可以跟这个 同我们同样位置的栏 我们是从 现在在第 第7栏 那如果你要抓他同样列的 第2栏的话 你就把那个column减5就好了 有没有你像我填满吗 他就变成第8栏 那就抓这个 第9栏就抓这个 一直类推 所以呢后面呢 我们需要两件事 第1个 做排序 排序的话呢 由小 排到大 OK 第2个的话呢 再把那个排序的结果怎么样 再去把资料抓回来 那要用 排序用small OK 然后呢 那个 抓资料用index OK 最后还有一个 因为底下有n 对不对 如果n的话 你把它转 就是转换抓资料的话 会发生错误 所以要把那些错误 把它删除掉的话 第3个 还需要用sl OK 所以这些 当然都属于比较稍微难一点的这个 函数 OK第1阶段 也许你们先完成那个衣服 第2阶段的话 就small small怎么怎么做 这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你可以把同样的公式 把它怎么样 把它复制 或者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的习惯是再拉一个衣服 然后把它改一个名称叫做small 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工作表 按knt键键 那这边把它改成small 那这个small里面 我怎么可以刚好 按照那个我要的顺序呢 帮我排序 ok这里的话 那small部分的话 特别主要 第1个 我把公式先把它剪下来 然后 剪下第1个就好了 就是这个储存格 剪的话记得 不要包含那个 我们的那个 等号部分 然后插入一个 函数 函数部分的话呢 他在统计里面统计里面有个small small 在这边往这里 统计里面有个small 那这个small 特别注意 他需要两个参数 第1个参数是你要给他一个什么array array的话 就一个范围吗 一个阵列吗 对 第2个的话 k k small 从小排到大 所以你这个k 如果1的话呢 表示第1小 2的话表示第2小 ok 所以我需要给他两个参数 那接下来我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把刚刚的那个范围贴上 不过他是要一个范围哦 可是我们刚刚比对的是一个 只是单一个储存格a2 所以请记住 把后面的这个地方 加上冒号 然后呢 把它打上a12 记得 因为我要的是一个范围 所以这特别注意哦 请记住是绝对的范围 所以这个锁定符号 请记住把 这个a2跟a12 把它整个固定起来 按f4 把他前后 都把它包起来 反正这个是我 这个就是这个范围啊 你帮我去比对一下 谁是最小的 ok 然后呢 Ctrl C 后面这里 row有没有 也是 把它 贴上这个范围 因为他是要一个array 所以你必须要给他一个array 而且是要一个 因为等一下 我们要是一个固定的范围 那这个给他一个范围之后 你会发现 加进来之后呢 后面 有没有 他是一个范围 所以他会出现的 这个就是他的array 那里面当然有数字 有n 所以他会帮你把什么 把那个 最 最小的 最小的 帮你排 如果要排到前面的话 那这个时候 k的部分呢 就是 哪个是最小的 哪个是最 那这个地方当然理论上你给他 1 他是会帮你显示 最小的 可是问题呢 我们这个地方 不是要给 因为等一下还会向右 向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必须可以用什么 用r 来 得到我要的第几小 所以这地方的话我可以什么 加一个r 假设第几小 那我可以怎么 用r 可是他抓回来的资料 因为我现在停在是第五列 他会变成第五小 可是我不要第五小 最小的那一个 ok那最小那个 我怎么 把它减掉多少 减掉四不就好了 那这个地方就会出现 最小的 那如果我等一下向下 向下 降与我不会了 向下的话呢 这个r 他会变成5 他变成6 6的话减掉4变2 就第2小 第3小 S类推 就是怎样 底下这个地方 假设我等一下向下填满的时候 他会自动帮我 再去抓 有点像类似排序 小的在上面 大的在下面 OK应该可以理解了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最后记得执行 Ctrl Shift加N 因为它是一个范围 所以如果我要全部一起比的话 一定要加一个这个 那这时候你把它向右 向下 看一下 他会自动帮我把他排序 你会发现 排完序了 最小 因为一般 有没有他这个地方可以找到了 反正就是 2357 这个也是 11 12 那其他不是的话 有没有 这个地方 他会出现 这个错误的讯息 因为他抓不到 OK 那我们就完成了第2阶段了 才第2阶段 还没做完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用这个 Excel 里面的函数 来完成这件事情 真的还蛮麻烦的 OK 可是没有办法 你不用这方法 几乎是做不做不出来的 好那后面还有index 那index指的就是我现在第2列 那我要如果说我要刚好第2列 请你帮我把那个列 因为现在 这个是列号 那我如果说今天希望帮我把这个列抓过来 这个跟着一下 应该是 把那个姓名的 所以是这个 这个是第2列的 第4 这个是第2栏 可是他现在的位置是在第7栏 所以我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刚好把这个抓过来 这个抓过来 这个时候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个函数叫index 把资料抓过来 那抓过来之后最后有错误怎么办 这样 ifl把它过滤掉 这一点就完成了 OK 好像才一半就讲那么久了 所以 那后面还有用VBI 你们将来可以考虑像这种比较复杂的应用 其实用VBI来写反而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不过当然牵涉到程式的时候 感觉又 会需要一点 功力 OK这里画面先还给各位要试一下 先完成到用if判断 再用smaller去做排序 那待会的话我们用index去抓资料 再把用ifl去过滤掉你不需要的东西 那做完之后你下拉清单 就会自动怎么样帮你把资料带过来了 OK 因为这个地方下拉清单 可以自动调出你要的资料 我发现 蛮多同学都有类似的需求 因为这类似的问题其实蛮多同学都有问 因为他可能工作里面 他的资料也跨很多工作表 有个下拉清单 他需要比如说业务人员 那下面就是他的业务 可能有个总表 他希望业务人员 哪个业务人员 有个清单 一拉之后呢 把这个业务人员 从那个后面的总表里面的资料 自动带出 他要的那个总表里面的资料 有没有类似有这种概念 反正就是一个总表 我从总表里面呢 需要拉出什么资料过来的话 其实都可以利用 这个方式来做 所以其实这个范例呢 运用的那个 就是 其实范围还蛮大的 OK 之前有教过 因为刚好有个同学也是 他需要 像 像报表 1到12月 他就是有个下拉清单 1月的报表 自动从总表里面 就是 掉到这个 我们显示的这个画面 那将来他如果要列印的话 他可以 直接就把1月份的报表 给列印出去就好了 他就不需要说 就是 要 再重新再做过一遍 OK 类似有这样的一个应用 那 函数怎么做 再来 VPA怎么做 VPA 当然逻辑上 跟函数是一致的 只是 用VPA 我觉得 反而好像会 比较简单一点点 但是 VPA 不可免得 要写一点程式 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 现在写程式写久了之后 反而会对这种东西就觉得很麻烦 反而会不太喜欢用这种东西 因为这东西其实 变得你要做很多次才能完成 那 写程式一下子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 可以试试看 就是 一副 跟 small OK 那其实另外还有个small 他另外他相关的函数也叫large small跟large 其实large 刚好跟small是颠倒的 以后如果你们遇到的排序是 由大排到小 那就用larg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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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